好 首先多謝各位來到我們這個 趙寶太極權新的一本書叫做 《太極權勁的法徑秘笈》 這個不是那本書 這個是那個講座的名字 《太極權的法徑秘笈》 《堅論智慧減納養生之道》 那本書就是《太極權勁之否釋》 《趙寶格》 就是以趙寶的架式來講的 其實都是講法徑的原理 是機械的原理來的 幫天地圖書陳先生講一聲 我們在那裏有九折的 大家九折那些肯定可以買的 如果你要小弟簽個名字 我都很樂意的 另外其實這本《太極權勁之否釋》 我們的網址上都有得買的 不過賣得很貴的 因為主要是招呼海內外 即它不能夠直接來到香港的 《天地圖書》這裏門市來購買的 價值五百元的 這裏就買一百三十左右 一百三十多左右 因為有些海外寄去就很煩的 天地圖書其實就不想做了 交給我們這個任務 我們唯有增值一點 我想到一個辦法的 就是盡量在那裏寫多一點 我們的Apps那個詩句 門口有個詩句 好像罰我寫字 好像有價值一點 那個詩句就是 這個《法徑丹園》 《徐薇龍》 《力學源流》 《力學源流》 《健身心》 《太極前師真氣戀》 《物理點名始終慘》 其實就等在我們Apps的門口 就是那個版面來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是一本書的背頁 大家有本書的背頁嗎? 這本書的背頁 這個位置都有個QR Code 這個就是Apps的應用程式 這個應用程式就是一個 自學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就這樣走上去學 不用交費 可以進去做會員 就看多一點的資料來學 就連費到六百元一年而已 另外就是你可以找其他的 就是裡面有其他的課程去進行支援 我們是進行一個網上公開的教學 它這個應用程式就是 其實它的應用程式是 裝陷了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叫做 這個QR Code就是一個應用程式 就有一個地址 然後我們裝陷一個我們自己的網址 就是《勁太極公開學院》的那個網址 我們都超過有150套片上去的 就是除了影片啊 各樣的東西 我們不是說給一大堆東西 你自己看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有教學的層次的 你知道我做本行 我教書的 我教得挺好的 應該說教得很好才對 不過就免得講這麼詳細了 免得你足夠幫他教書 但是那個網址本身呢 其實很容易認的 勁太極 kingtai g k i n g t a i c h i dot o r g 我們所有的網址都是 dot o r g 就不用 dot com的 我們以前那個 趙保太極法經研究中心 Gospotai g 都是 dot o r g 但是Gospotai g的網址 他就是用來做資訊傳遞的 就是給大家在網上知道一下 但是呢 在那個 這個勁太極的網址 我們是進行一個公開教學 我們是以呢 將課程呢 是專系設計來練習十二式的 法徑的功夫的 他頭那三層的功夫呢 就是我們分開十段 頭那三段主要是為了健身 但是呢 等一會我們都會 他不換的 他第一個level呢 就已經是關於那個陀螺的力學 怎樣去幫我們去建立一個基礎 那麼第二那個 四至六呢 第二那個三層呢 他就是介紹法徑的方法 和練習的 那麼最後那三層呢 就是講那個分析 對那個力學功法的分析 那麼其實那個對一下經歷的分析 什麼叫一下經歷呢 其實那個勁呢 這個字呢 為什麼我們取個名字呢 等一會交給Tony講 但是呢 那個勁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力學或者用力的單位 那個單元 那麼好像生物學 我以前教生物學呢 你明白細胞 細胞就是生物的單位 你明白什麼叫生物 你明白什麼叫生物 你明白什麼叫電子最外圍的互動的反應 那你就明白什麼叫化學 你明白什麼叫時間空間呢 那你就明白什麼叫物理學 那麼我們呢 玩這個運動呢 其實呢 那個單位呢 是那個一下經 那麼我們 我們這個 譬如我們整本書呢 其實就是講那個理論 怎樣 在自己裏面 搭建一個結構 來將那一下經 彈彈出去 那麼呢 從中呢 我們了解和去練習 那麼所以呢 那個競法呢 你可以說呢 我們今天都會講到那個發競機器的原理 其實就好像那些網球 那些網球發球機一樣 不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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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了解了之後呢 你應用起來 就可以完成一些東西了 譬如打高爾夫的 他就只集中在一下經歷 怎樣發抖他 最好做到他都是那一下的 但是呢 譬如其他的運動 太極運動 就是 將那一下經 連起來 就令到他能夠產生一個很有效的幫助 所以呢 簡單講一講呢 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敬太極 你當他是一個網子 他的功能呢 就和應用程式一樣的 他有齊了所有的制 那麼這個網子 就陷了那個應用程式 那個應用程式的名字呢 就和太極權勁之否釋一樣的 就是趙保價 全部一模一樣的 那麼你上去Google Play 那裡就查到的了 免費可以下載的 或者你剛才用剛才網後面的QR Code 就可以上到那個網子了 那麼就 在那個網子裡呢 你可以下載了它 那麼 就可以 可以 享用到我們提供的設施 那麼 那麼 很多都是免費的 整個網子 所有的內容的設計呢 你就會看得到的 你知道我們的規模和我們的設計呢 全部都是真的專業水平的 那麼 那麼 只是有部分呢 我們是想 就是有些人他想練法徑 那麼我們是 專門是會員 而設的 那麼你申請了 入了一個會員 就可以自己繼續去練的 那麼你有問題呢 他也都可以去裡面呢 他有很多的設施 可以去投助的 那麼 我簡單講一講呢 就是 譬如 他有什麼呢 他有一個叫做 King Taiji Plaza 就是敬太極廣場 那麼敬太極廣場裡面 上面有好幾個 但是這個就是 全部他整個網子的 功能的位置來的 就是功能的位置來的 那麼他有六個 有六個位置 有一個是隱藏的 那麼第一個位置就是 練功方 其實就是 一個定方等於這裡 就是我有了所有的video 教你怎麼練 逐步逐步 就不會說 訂了給你的 那麼另外呢 就有床經國 其實床經國就是圖書館 不過如果你在練功那裡 你說圖書館 那麼沒有人去 沒有人騷擾你的 那麼我們就改成叫做床經國 那床經國呢 有很多很重要的文件 包括呢 我在網上教學 和人通訊 超過一年 那麼我心想 我總結了它 大概二十幾頁 那麼就都post了出來的 那麼你可以上去查一下 那些tips啊 那些我就刪了 因為整個課程 就很煩的了 整個課程 就整不順 那麼總之 有關的tips 我刪了 但是你會看到 我怎麼處理的徒弟 就是大家之間的互動 還有呢 那個人呢 他的物理力學好呢 零射就不同了 真的 就是 學得很快 覺得很好的 那麼 那麼 這個是其一 另外呢 譬如海外有些徒弟 他來十個小時 那麼我們給他十個小時 五天的課程 那麼 那麼 這個課程是相當之很受歡迎的 那麼 所有的徒弟參加完之後 他都覺得是非常厲害的 那麼 所有的徒弟 無論是網上 或者是海外專心來的那些 那麼 他那個呢 有三十多頁的筆記 我也手寫給他的 我怕他不記得了 或者是朱尺 我手寫給他 那麼我拍了之後 我就放上網上 那麼 那個徒弟呢 就是加拿大的 那麼他已經是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我們網未開的時候 已經報了名 做了會員的了 那麼 那麼 其實他報名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其實還沒有運作的 那麼 但是他都很心急 先報了他 那麼 那麼 他們學功夫的見證 還有 就是之後給我們的評語 我們都寫在那個網子的其他部分 就是 介紹我們是什麼人 做什麼事情 那麼我們都寫在這裡 那麼 那麼 另外 還有 我們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譬如我們 上課 或者是講座 真實的片段 講解 那麼 譬如為什麼我們的姿勢 要這樣斜了呢 跟肌肉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我們 什麼叫做得到 鬆夸和修美女的動作 怎麼打到重力 其實這些我們全部 都寫在某些的課 那麼當然 那些就不是很有系統的 就是我平時上課的時候 我針對著某些的問題 是 那我去CAP了它 然後鋪了上去 那些 有些是公開的 有些是給大家都看到的 那 譬如我們聚餐 我們聚餐 不只是吃東西 我們真的有東西要講 有東西要分享的 所以呢 聚餐的內容 其實我們也都有部分 我們上至最近那次聚餐 就前面那一節 我就公開了 後面那一節 會員就可以繼續看了 其實內容 我覺得是相當之 起碼在歷學上面 我們覺得 我們真的講得非常之好 那麼不相信 你就會看一下 不想去看 就真的會執書 那麼賣廣告就賣這麼多 好了 其實我們在這個 這個勁態的廣場裡面 就有很多的功能 那麼其實你自己手上看 我們 所以 我們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文件 就是說 我們十段裡面 我們不是寫幾粒字用 我們有十幾頁的 那麼其中十幾頁 我們有超過一百條題目 是從物理力學 考你的功法的 那麼問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每一段我們所要求你做什麼的 我們也都會寫出來的 那麼所以變成了來說 是相當之清晰的 我們也都怕有些人看了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專門弄了一個木人行出來 那個木人行就是說 有二十條問題 那麼我們公開考試的時候呢 就有二十條問題 每一條問題有條chip 那麼就是說 模擬試題 就是說 我們如果做了會員去參加考試的時候 那麼分段考試的時候 因為分十段 那麼分十段考試 分段考試的時候 我們就會 譬如這個動作 請你做一次 那麼你看看你發 那麼你接著要講解 你法徑的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動作 可以將重力拋出來 那麼我們是很梳力很硬正的 那麼最後一段呢 我們最後一段的功夫呢 其實就是考核那個 那個競法的轉移 去到其他的運動項目上面 就是說 就是說 你了解了自己的競法 那麼你現在可不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就說 其實所有的運動 總之你要動的 都跟這些競法有關的 那麼你可不可以 怎樣呢 就是示範一下 在別處 那麼譬如你打歌符 或者是跳舞 或者是打棒球 或者是 做其他的運動 你可不可以呢 那麼 是最後一段的功夫 那麼我們呢 就不是層踏層 叫到很厲害 最高的那層就很厲害 我們不是 我們用大專教學的模式 用一個所謂的 板母設計 模式的模式 就是呢 你學了不同的水平 就是其實從不同的角度 就裝陷 好像一間太極的屋這樣 很漂亮 或者是一間別墅 或者是 這個模式的模式 模式的模式 裝陷得不好 就可能比較肉酸 砌出來不太漂亮 就是我們用這樣的形式 所以我們的考試 各樣的東西 包括生物力學 物理動量力學 其他的 這些基本法徑用的結構 為什麼我們要提法徑用的結構呢 因為呢 法徑的原理 那個陀螺 我們在網上 這本書呢 它是講到道理 那麼它也就是我們 勁太極學院 那個能夠的課本 就是它道理的課本 原理的課本 那麼去練的時候呢 它就分開 這本書本身呢 就分開五個部分 就是我們身體的結構 如何發力 如何將力 傳遞到手的定方 那麼 每一個系統 我們都有解釋 都有講到的 那麼 但是呢 在教學上面 這個是講理論 我們一定要將整個五個位置的系統 將它整合成 那麼其實我們都找過很多個 那麼其實陀螺呢 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那麼陀螺它有問題的 那麼但是呢 我一提到陀螺 那麼這個是陀螺的哪個部分 那麼這個是莊柱 這個是制動部分 那麼這個是重力部分 這裡呢 就是全力的部分 扭力的部分 那麼手呢 就是放勁的部分 他們都有不同的法徑的物理規則 去進行的 去行走的 那麼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呢 就 都 整合了去做 做訓練 真的去應用 這裡的道理的 就是那個敬太極的網詞 就是 king太極的網詞 那個 好 那或者我 都不講太多了 因為呢 我們跟著呢 有四位的朋友 就 一二三四 應該五位 但其中最後一位未到 那是 第五位的朋友呢 其實他們都是幫我寫罪的 我們知道 就是大家很有興趣 於研究 太極法徑 這些問題 那麼他們寫了罪之後呢 那麼 那麼 我們就邀請了他們 來到去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幾年間呢 從我第一本書 到現在了 兩年多了 那麼 他們 對那套權的感法 還有那個感受是怎樣 也分享了這裡的智慧 減壓 養生 這幾方面 還有我們也有互動的遊戲給各位去玩一下 免得你坐在這裡一個多小時 真的會很滿 也有趣的 我自問我都說 你記住我是一個挺好的老師 所以應該不會太滿的 首先我們介紹周生都 因為我真的記不太多名校 我試一下簡略介紹我們是烈永彤博士 他有著士涵 也是水下保育基金 我們認識這麼多 後面那個什麼什麼的創會會長 然後呢 也是獅子會的會長 另外也是 名字很猛的 但我太長了 我真的記不到 西街華人 和藝術有關的 攝影有關的 副理事長 好啊 歡迎 廉永彤博士 多謝 首先就很多謝 白鞭鏡師傅 還有天地圖書 陣同仁先生 給大家有機會分享一下下期的權勁 是 是 是 師傅叫我講 勁太極 名字是怎麽來的 在講之前我講講宣亮講兩個字緣份 七八年前就和我們朱智信公夫迷公夫痴的夫人 就在浸會大學開校了七八年 讀書就是讀書的 讀書就是讀中資藥學院的 由朱夫人引領我見到武師朱智信醫師 朱智信醫師引領我來到彭向強師傅 學這個太極 不用叫我師傅了 那你是我的師傅 你們坐在那裡 你知道我喜歡講笑話多說 其實那個 我玩太極二十幾歲 玩到二十幾歲 那朱智信醫師說 我們太極很勁的 那怎麽勁法呢 我走去看看 那我就去學一下 那我發覺真是很勁 一下力就彈了幾丈遠 我又被人彈過 我又彈過人 不是波子 真的彈了人出去 那大家在講一講 怎樣去形容 我和彭向強師傅這個太極很勁呢 我們幾個師兄弟 一邊練完之後 又去下午茶 在那裏 Bling Storm 腦震盪 盪到什麽出來呢 我突然發覺想 既然師傅的太極很勁 不如我們想到這個 勁太極吧 其實這三個字 大家折騰了一個多兩個月 他們會否被其他派別 說你這麽勁 你這麽勁很勁呢 你勁得過我嗎 你多久玩了 幾百年幾千年蠻 我現在去學院制 我有一句話 想想想想 想了一個星期 我們發金其實發錯了 我們是一個勁太極 我們是勁太極 如果有人挑戰我們 我們是勁太極 怎麽做勁太極 不是因為我們是勁太極 事實上很勁 由此来源,大家折腾了两个月, 最终当然是由阿姨师傅决定用这个《敬太极》, 既然用了之后,我经常去云南, 我正认识了很多书法家, 找了三、四位书法家跟我写《敬太极》这三个字, 写了几套字下来, 最后彭师傅,可能大家师兄弟的意见, 将这个,现在在网上见到的《敬太极》就是这几句字, 《敬太极》的来源,名字就这样起出来, 其实我们真真正正就很大胆讲一句, 就是《敬太极》是很厉害的, 不过有人挑笑你,你很厉害吗, 不是,你说错了,你不会,我们只是发《敬太极》, 那个《敬太极》更是来源, 其他那些工价那些, 由那些武士,那些师兄来表演讲述, 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 好,多谢Tomny,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听我老师讲过, 做人要谦厚的, 那个《敬太极》不是我改的, 是Tony改的, 其实呢,包括这本书的书名, 都不是我改的, 是坐在后面, 我免得泄露他的身份, 他就明白了我们练开的, 因为我们科学化, 很容易明白的,很容易了解的, 他来了,没有半年而已, 就已经,师傅, 你的意思其实是不是敬之否释, 即是敬法那个否释的方法, 是吧, 所以我一听, 又好像很好啊, 所以唯有叫本书叫《太极拳,敬之否释》, 那否释, 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共通的, 是一个共通的劲法在运动上, 所以我们就拿赵宝教, 因为我只懂赵宝教, 其实, 这个就很不好意思, 其实我所有徒弟学的太极拳, 都多蒙很多的, 我只懂自己的赵宝太极, 赵宝太极里面, 我就将绿色抽了出来, 就以左右对称的形式来练习, 那效果是相当之好的, 我们叫它是静态极十二色, 这个静态极十二色, 就对血气的运行, 也都非常快速, 由于它是绿色, 那变成来说, 也都很快那个学员, 比如我们两三个月, 一个课程, 他就可以能够投入去讨论如何法径, 不用等十年的, 因为电视剧都经常教你人生, 有多少个十年, 等到十年之后, 眉毛都白了, 才说, 教我怎样发敬, 可能等太久了, 等不及了, 所以, 我们是等几个礼拜的, 通常, 第一堂完了之后, 我都担心你, 因为, 如果你只能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 或是走动, 摸摸摸摸摸, 你会很闷的, 我通常第一次来的学员, 有一位, 我们都说, 你不要这么辛苦, 过来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玩一些有兴趣的东西, 那原因就是这样, 另外, kingtaiji.org, 都不是我改的, 也是因为我们的功法, 二学二名, 有个科学原理在背后, 我们是遵从物理学的动量程式, 所有的功法, 我们都有道理在里面, 所以, 有个学员就帮我们改了做, K-I-N-G-T-A-I-C-H-I, 他都坐在那儿, 不过就算了, 我们都有一些学员害羞, 我看到他影像都缩在研究, 所以算了, 我们不涉及他的身份, 但是, 在这儿, 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 实际上, 我们对那个, 其实, 你会发现, 我们是对那个, 竞法的研究, 竞法的研究, 竞太子的英文, 其实是广东话的语音, 所以, 其实我们不是自大, 我们其实都挺谦厚的, 不过, 刚好那个字, 又对用, 竞, 即是王者, 即是说, 我们的功法是宇宙力学, 演变出来的, 即使是大师, 你也要遵守的, 你不能说, 我做了大师, 就不守规矩, 不守宇宙课堂的规矩, 那不可以的, 犯规就, 宇宙就会砍你一样, 跌在这里, 跌倒的, 那么, 竞太极呢, 那个意思呢, 也是竞法, 日下学习的, 单元的意思, 不过呢, 真的, 跟Tony说一样, 他练了之后, 他自己觉得很劲, 其实我们在座很多位, 包括罪言, 写罪言的, 练了之后, 他都有美丽的误会, 以为我们到竞太极是读竞, 其实是读竞, 是竞法的意思, 不过美丽的误会就有了, 我们不要阻止他们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有少许的, 有少许的, 有少许的, 你可以, 我们有少许的, 这里有少许的, 互动的动作呢, 你都可以来看一下的, 等一会呢, 我都可以叫你, 大家可以站在位置, 做一做, 那你有兴趣出来, 那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们, 当我们自己, 开会吃饭那样, 你看我们老友, 几多老友, 就围在一起, 几乎想围在一起, 又再聊过功夫的事情了, 轻轻我拉拉他, 他如果没有一个陀螺的结构呢, 那他一定会跌的, 拔我都会跌, 拔你都会跌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在身上, 安置一个陀螺的结构, 那我也有拔他的, 这个是正红, 这个是手臂, 不要动他, 固定他, 好, 固定他, 不要让我拔到他, 你看, 现在我有力给他的, 你明白吗, 我有力给他的, 你可以转一转我回去, 你转一转, 那他就, 你看见呢, 他一装置了陀螺的结构, 我们说陀螺的结构, 就用来弹射净力出去, 那他呢, 起码, 因为健康保健那些, 我们过多一两个人才说的, 那现在就是说, 装置了陀螺的结构, 起码, 你就保健了, 不会走路摆下摆下摆下, 中下摆下摆下, 会跌, 那现在呢, 你转一转, 你试一下单脚站, 一般人单脚站, 如果你想像一下,大腿骨不要動,一隻腳站穩的大腿骨不要動, 盆骨好像螺絲一樣慢慢轉,但不要轉到有動動,是慢慢轉, 即使我遞骨的腳慢慢轉,我其實很穩的,好像上螺絲一樣, 就不會這樣跌下來,即使我們拉一下它, 我拉一下它,這個位置,沒錯,手不要動, 其實我現在有力拉它,但它現在上螺絲就不會跌下來, 因為它有個結構在裡面,為什麼我叫它的手不要動呢? 我解多一點點,如果手放鬆一點, 現在我拔它那個陀骨的板頂,你明白嗎? 它除了它的力,在這裡,在板頂上蓋下來, 剛才我這裡,我叫它固定這個位置, 謝謝大家,可以坐下, 這個位置,它就在這裡,它的力就繞這個位置進去, 所以拔這裡就比較難,拔陀骨的身, 那個陀骨很懂得轉,如果真的受力很大, 你就放一點點位置給它,是不是? 那個空間就吃了那個力了,對不對? 好,它剛才,其實這個主要是一個樁, 下面那個就是那個制動,要解了汽車的制動器, 另外那個重力系統,其實我們轉是要轉個重力系統, 就是這個位置,這個盆骨這個位置,就好像扭螺絲那樣扭的, 等待我們最後大隻撈來到,我們就會示範一下, 一些很出名的大師的功法,真的用這裡扭,扭得很實, 基本上你都動它不到的,好,多謝,多謝,謝謝, 現在這樣都可以抽回來,是的,沒錯, 他一抽抽回來的時候, 那個力一定要守回, 他要自己的身體裏搭到陀鑼的結構才行, 如果他就這樣沒有結構, 他拔我,他自己就中了過來,明白嗎? 所以,這裡我們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們怎樣用一個,其實這些是內心, 你知道有這樣的結構, 你知道有這樣的結構,然後我就用一些裝置設備, 剛才安彤尼其實他未夠三個月, 他都是很新的,所以其實你就看到我們, 內置的結構就很快,就一裝裝進去, 其實,如果我們是清楚的話,很快就裝置得到, 裝置得到就可以用來練功,即是放彈的敬力出去, 或者是守住自己的,慢一點就守住自己的敬力, 走路來說,基本上,譬如Cat, 我們其實很多人都練過氣功, 一走,其實就很穩陣,有位朋友又走去練跑步, 跑步又很快,他僅僅跑第二名, 那女生就說,為什麼你跑得那麼快? 第一名那個,這樣問他, 好,這個呢,即使, 我先坐在這裡, 你有一些陀螺結構,即使我封住你的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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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你厲害點, 我們寫了入室弟子,厲害點,照鏡, 我輕輕封住他,你正面,這個位置, 你聽,我有禁他,他不動,因為有陀螺結構, 他控制住陀螺的重力系統,明白嗎? 我是有力的,但是,為什麼不讓大家試呢? 因為,其實所有的裝法呢,你知道他怎樣用力呢, 他都會,他都有破綻的,你一定會拆到他的, 但是我們,我們是研究的,我們不是打算拆人, 這樣發一發過氣,是,是, 那,他基本上呢,你看見,他當日公園, 因為,他的手被人封了,但是, 那個力,就不是,因為我們不是用手力, 所以變成的力,在下面,仍然上到來, 那,踏上來,就有其他東西了, 好,那,基本上,那個陀螺, 剛才,我們構建了那個陀螺, 動了一點點,讓大家知道那個陀螺怎樣運行,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 就交由,嗯, 對了,交由,啊, 腿痛啊,腳痛啊,周身痛啊,總之就好回來,就是練我們的太極 精神減壓方面,其實跟我們到物理工法很有關係 因為你一旦,譬如剛才說,如果我拔你,你都會發覺很有趣 為什麼轉一轉,我想明了一些東西,就馬上不會掉的呢? 其實你都會覺得很奇怪的,我又不會隱藏你的 我試了幾下之後,我會告訴你,你怎樣可以做到 有些人回到家才想得通,晚上起床,嚇到老婆 都有幾個徒弟投訴過,師父,我晚上起床,嚇到老婆 你起床幹什麼?關我什麼事? 我想明了,練功的時候還沒想明,回到家睡覺的時候想明了 立刻要練,所以嚇到人,下次你告訴你,練功有益,他就會安心一點 好,我現在將時間交給何志康先生 分享一下,為什麼會對我的情緒和膝蓋有幫助 如果一般人這樣,通常人用力都是這樣,其實就是用了手力的,很緊張 但如果跟彭Sir那套功夫是怎樣的呢?我們鬆了個框,把耳聚在單田那裡 但不是全身鬆的,全身鬆根據彭Sir那套,為什麼會令我放鬆呢? 我將耳聚在單田那裡,我想每個人都差一點,你計算肚瓷之後,三隻手指或兩隻手指 然後我將耳放在那裡,將跨一鬆,一鬆呢?我首先鬆,鬆到哪裡呢? 鬆到肩膊頭,這些都市人通常都是肩膊的,用電腦那些 所以當我一鬆,肩膊一鬆,跟著手肘就要鬆了,手肘鬆之後,碗就要鬆了 所以為什麼說,學彭Sir這套功夫,氣聚單田那樣,會令到你個人很放鬆 當中減少情緒的問題,因為我們經常都二手單田,自然這裡就不會像那些人這樣 你這樣一輩子都很緊張,而且血氣就不好,凡是東西一拉緊,氣血就很難上來這裡 當你這裡一鬆,自然的氣就容易上來這裡 至於為什麼經常說,人們會膝膊痛呢?我以前左邊的膝膊,我左邊的膝膊痛得很緊張 叫做新蟲,但現在跟著彭Sir之後,我走路會盡可能用跨鬆的話 那個力就放在丹田那裡,腳自然就不受力了 譬如現在很明顯,以前我也有學太極的,那些先生都是教你這樣 這樣你都是放在腳那裡,自然當你一去的時候,這些全部扭住了 彭Sir哥人經常教我,你怎樣可以鬆到膝膊,先鬆到這個跨 鬆到這個跨之後,我的跨自己本身,源自這裡這樣轉 就變成膝膊不會受力,是因為我是純粹這裡這樣動的 變成這裡,我整隻腳還要反而走,要向上來 變成膝膊哥,譬如現在走樓梯一樣,人腦先從腳腦 一定是由腳開始,通常走樓梯的膝膊很痛 但現在上去一鬆,雖然好像走得慢些 但你會發覺膝膊哥減輕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們嘗試一下,如果要跟阿板Sir學這一套 我相信對很多膝膊哥的疾痛改善會增加很多 我想暫時發聲就行了 謝謝 好 示範一下 講了幾年 學了兩年 我以為你學了頭品牌 還沒有白曬 是 以前白曬的 現在就黑了多少 比如說 最明顯有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不是手用力 如果我以前 所謂學的太極 我就會 老師教我 其實我手比這裏 我拉了手 然後在這裏才這樣動 但是如果我學了 彭Sir那套功夫 我做過慢鏡 因為我們是先鎖動 我這樣鬆 我是鎖一大 然後才帶手過來 其實我這個手是慢過鎖的速度 法晶的源頭是由鎖走 再慢一點 我是這裏動 然後帶這裏動 然後才帶手動 所以在我們打 跟別人搏翼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手用力 這樣拉人的力 我們是跨 跨 抓一抓 抓一抓 你扣一扣 我是這裏一收 然後這裏這樣帶上去 是這樣的 沒錯 謝謝 謝謝 我們其實都很老友 現在和我倒資很正式 很生愛 不要緊要 就大家 好 其實我們練功 其實我們都考慮過安全的問題 所以你看看我們剛才法徑的方式 是一個定式法徑 即是說 拳本身 其實打得人的 叫拳 但是 我們就集中在 法徑的興趣 所以我們是把自己的體重 體重的最集點就是這裏 因為我們第一本書說了 即是棄聚丹田的物理過程 我們根據這個物理過程 就知道它是受盆骨的位置所控制的 那麼 這個你看回 你在網上 我那裏都有 可以下載的 你自己看回第一本書 因為賣光了 沒有不能賣 所以 第一本 他就說了棄聚丹田的物理現象 其實就是幫你拿到 那個 球 那個有重力 那個 重心的球體 所以 所以 他有這樣的 拿了之後 我們是用這裏的重力 用人體的重力 扔出去 所以手就不動 其實手動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呢 你的手先走 這裏的速度 先走 你撞開了別人 這裏的力 才到 其實人家已經走開了 那你那個勁 那個方向 已經指不到對方 所以 亦都追不到對方 所以 變了來說 拳經就說 一動無有不動 其實 他的意思就是 最好調教到 剛剛好 這裏的速度 和這裏的速度一樣 這些 其實都是對的 但是 如果我們玩內徑 純粹 不要打算打人 純粹是玩內徑 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你不要動 說真的 很有趣 如果你 練外加拳 或者其他拳 你都喜歡 手先動 速度 手最快 變成 那個人 硬是不走 你彈他也不走 但是 如果你在這裏先動 你就能彈他走 所以 確保你練的 是純粹的內功 我們所說的內功 就不是 氣功的內功 我們是說 一個純粹的接觸物理力學 我一定要碰到你 我才能發到的 好的 這個 這個 方便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我們試試 這個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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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來一次 好 其實 後面的那一次 比前面那一次 有物理的原理 因為在他接觸我的時候,我自己加加重向他,兩隻腳未踏在地上 你想一下,如果一個人像一串魚蛋一樣,一隻魚蛋在尖上 他一隻腳落地,你打到上面的重量,他一定會走 你不能留下來,每個都是一樣的 即使我走上來,你快一點點,兩隻腳未落地之後 之前你就騙我,把力放出來,我一定會走 你說大師也要守這些規矩,我都說不可以不守這些規矩 這些是物理定理,所以如果我站定了 當然站定了就是他要配合,如果我釋放重量 我後裏一發勁,我立即鬆鬆一鬆,摘重量去,掛沙巴到你那裡 你會踏低,就不是我會彈走 所以我們表演的東西,當然要配合 不配合就沒有東西看了 因為所有的物理定法,它一踏出陀螺結構出來 其實你了解了之後,破它不難 好,另外就是順勢有一個理的動作 順勢這個 其實我們想解釋一下,一般人都是這樣擋的 我們都有的 其實我都是轉的,我的手不是怎麼動的 我不是這樣擋它走的 我們現在不是考量功夫的應用 他有智慧的能力 但我們是考量這個重力怎麼打出去 現在呢,他當他正面打脫過來 這個為什麼會中了下去呢? 因為我簡直不騷擾他的向量 因為動量本身有方向的 慢動作一次 來 你看看他,如果我給他過 他就是這樣過的 我丁屎都很尊重他,寫幾重人 是絕對尊重他 然後當他 一身鬆來,噴 一轉轉過,這裡我就打個重量過去 我這裡有轉的 噴 他就跌得很遠 有時候我開了,噴 至少也十尺 不過這些我們用定式 這些我們用定式法徑呢 這個不能走得重 我們用定式法徑呢 其實就很安全 也不要陰人 因為大家力的互動呢 其實力的互動呢 先出力的那個當然是絕對控制的優勢 譬如 如果我輕輕一下 你 可以放重心在兩隻腳中間 但是都是前後腳 這個位置 輕輕跟著我們走 去 這個我也是用自己的體重 推他過去的 當然了 我的體重在這裡 來到這個首位 這個位置 當我這次踏你的時候 你馬上鬆 你馬上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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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現在這裡有個力學的互動 就是呢 我剛才想發 但是呢 因為他本身有動動 他向下 那麼那個力的向量分解呢 就是那個方向 我的力就沒有剛才那麼大 我分解了 拆了出來 其實只有少一半 以那個角度來看 所以呢 你發現互動之後呢 他就站定了 基本上 他就可以不動了 但是 這次你再下 都是剛才這樣 去 去 去 那為什麼 這次我又撤得他走呢 因為 我撤他平了 如果他 譬如我們練太極 就是所謂的前師勁 如果水蛇春那麼長 那個勁 其實我撤他不起的 因為那個勁力 他在走的時候 他跟我的力會有個互動 如果我力短過他 不夠他那麼長 他就會控制住 我那個 他最後來會吃了我的力 然後就控制了 我那個法勁 那個方向 那這些 牽涉那個敬歷的物理學的互動 那 就是 計數 我都挺精的 我自問一下 但是呢 我們就這樣了解一下 那就知道呢 其實那個敬歷的方向上面 只要你不是對正對方 和對方有動動的時候 他的重力有移動到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方程式 就是重心移動 就是MV 就是動量方程式 就是質量乘速度 就是體重乘速度 就是體重乘速度 就是體重自己的重心的位置 然後呢 成了那個速度 剛才我們第一個環節裡面 就是幫大家建立了一個 所謂陀螺的力學結構 剛才呢 Pajic完了這個環節 這個第二個環節 就是 告訴大家 那個敬歷是會有互動的 通常為什麼他會被人搭出去呢 就是那個人 在那個時候沒有動到 就是他沒有一個動量在那裡 圍著自己 或者是繞著自己來走 那令到他呢 或者是他受力的方向 因為對方的移動 而分解 分拆了之後 只剩下很少 所以呢 就變了來說 對他的那個力量的影響 就相當之大 那這裡呢 這段我們講的方向的問題 就是那個陀螺法徑彈射的方向 和那個互動性 就是和對方的互動的問題 對不對 好 跟著呢 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 這個 到這個 到我們的 Lewis Lewis呢 他就是 李權閣先生 就是這個 雷藤集團的主席 也都是威革高爾夫球會的會長 那就 他 他都說有腳痛的 不是打 不是打我們這個太極打到腳痛 而是打到沒有腳痛的 那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那就好 那有請李權閣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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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從小都很喜歡運動的 甚麼運動都喜歡打球 打甚麼都喜歡的 又有玩過 很多種不同的拳都玩過 那這十幾二十年就喜歡做高爾夫球 那我們就創了一個會 本來那個會叫中標高爾夫球會的 現在它改了為威革 因為我們要招收多些會員 只是中標就少了 我跟大家不一樣玩一下 我玩了高爾夫球那麼久 早期年輕都會打得遠 後來因為我們用的力度是不對 用得不好 隨著年紀大了就會短了 這個是正常 跟了彭師傅一段時間 知道敬力的用法 怎樣發勁 怎樣用丹田的 怎樣鬆跨 在一段時間之內 我自己感覺到我改善了很多 軟了 準了 直了 跟著我都會 我都介紹了我們全個會的人 還有彭師傅做一班 在國內 各種原因 因為距離 大家很遠 路途遙遠 還有師傅都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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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都… 是…辛苦些 那麼… 所以現在仍然 每個人都走回來 香港跟師傅 那就是大陸那裡 暫時就取消了 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師傅所講的太極的權利 跟一般太極師傅所講的 其實是一樣 但他們又用一個古老的方法 傳統的方法來解釋 不是很多人能夠了解 不是很多人能夠了解 那麼… 那麼… 現在師傅用現代科學的方法 來解釋這個… 這個太極權的運用 那麼… 你本身人生的骨落的結構啊 我…我…我第一天就已經賣了我的骨落圖回來 是… 我第一天就賣了我的骨落圖回來 是…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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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是…是… 骨落結構啊 那麼… 那變了呢… 你很少… 即是說… 我們打居夫去… 我以前打呢 就拍到這裡 變了這個膝蓋呢 就傷了 那麼… 原來我們要跟著骨落的… 方向… 是… 沒錯 那麼… 那你就… 不會傷得你的骨落的結構啊 那麼… 那麼… 在這裡呢 得益良多 那麼… 小弟暫時是說那麼多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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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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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各方面的智慧知者 就是… 應該是國術方面呢 其實是很全面的 很全面的 不過… 他只是…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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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是沒錯 就是… 不過呢… 就… 他就… 經常都… 隱隱藏藏 就… 但是呢… 因為其實… 給人知道 吃個椰粥就危險些 你也… 都要小心點 最好是隱藏,我們不認識的,失機無神,嚇你一驚 這樣就比較震驚武倫那些 其實我們的確是用現代的道理來玩法徑的動作 剛才的分享裡面,我們也看到 其實之前Louis也跟我們說過,發覺他發到極勁的時候,他的手都不辛苦 因為我們權不關著手事 你如果打拳,想用權意來打人,就關著手事 但我們現在是以法徑的興趣,作為一個優先的鍛鍊方法 因為他發覺那個興趣也會令你的身體在盤骨上下的肌肉會有收縮 因為盤骨上下的肌肉,如果我教生物就知道 大型的淋巴結全部都在這裡,其實是這四個位置 在身板的這四個位置,大型的全部 上面要貼在心臟上就不難的,是下面要貼在心臟上 所以當我們玩內功,所謂的內功就是這裡的肌肉 盤骨,即是重力系統,即是書裡面說的重力系統附近的肌肉 是鬥起整個人,在下面,如果你這樣是靈腰 但我們的功法不是靈腰,靈腰會出現危險就是扭傷腰骨 因為腰骨很多這樣一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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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傳過去有很久傳的,如果很快拍,下面那個不傳 拍,中間那一折一折走出來,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不是扭腰,我們的腰骨本身是動在這裡 然後這裡一折過去,好像是折千秋 不過千秋跳著的東西就是在大腿頂的位置上,即是在莊柱上面 就是莊柱結構裡面有的了,也很多人玩運動會弄傷自己 也都是因為他對人體的結構,他不認識 譬如,如果你打算我們人體像陀螺一樣,重心和轉心在中線上 你就會容易中招的,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說了,腰骨本身它很多折,要全力下去不容易 或者全力上去都不容易,它很慢,因為它多折 所以變成很容易扭傷,譬如,但是我們玩開重力 或者是發勁的動作,我們就知道 其實是這裡,和這個身體的陀螺是轉心和重心 有少許的距離,我們打出來的所謂的角動量 即是等於撞擊力一樣,不過就在下面產生,在盆骨附近產生 就想辦法送出來的手,這樣才能放到那個勁 所以我們這個系統,如果你不知道,譬如有個很普遍的動作 大家可能會上課,即是以前看人跑步也試過的 但是我告訴你,即使這個跑步的動作,你不明白 轉心和重心的位置有差距,你都會出現問題 我做一次給你看看,這個位置 現在我的轉心在大腿的球窩關節上面,不動在那裡 這個重力就不停地圍著它轉 如果我們不卸妝,即是沒有陀螺的結構 你把它放在中間,即是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中間 拿到中間來轉,你的脊骨是會出現問題的 有些人扭到腰骨,或者打拳出得太慢太重 也是相同的問題,是源於相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鬥起整個人,我鬥起整個人 在下面,鬆了胯,收了美女 然後呢,這裡這樣跳過去,好像千秋一樣 這樣呢,你就會練到肌肉的彈性和速度 但是就不會傷腰骨 所以我們整套拳是順著關節的 為甚麼,譬如剛才Patrick說腳痛 Lewis說腳痛 其實你想想,如果那個運動 它不能夠把力傳到腳底 或者傳到手放勁的位置 它一定會承受到中間的關節 對吧 它一定會承受到中間的關節 那個力就產生了,它一定會找地方走 所以我們了解之後,我們的制動 通常玩法徑的內功,最頭痛就是它的制動器 我們有兩隻腳,一隻腳就是那個莊柱 另一隻腳就是那個制動器,就是那個制動 我們要釋解了制動,令到盆骨的轉動 是好像千秋一樣順滑的,明白嗎 它好像千秋一樣順滑之後 其實當你了解它的軌跡之後 你就可以大力發發進去 那個速度一定要大於自然節奏 中擺的擺動 一定要大於千秋的自然擺動速度 這樣你就會把整個東西都沖進去 大於地生壓力,就很猛烈 我們基本上就明白了道理 我們就練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我們都是文明人 我們舉辦一個勁太極學院嘛 不是拳館嘛,所以我們明了它 就練一點點,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就夠了,我們練功就是想感覺到自己很厲害 又有餘力,我還沒出手 手上來的肚腩都彈走你,還沒出手 那就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就可以了 我們都是享受練功的樂趣嘛 又不用打到人 人都知道走出門口,每個人都比你厲害 但是那些人有他厲害 我們就躲在家裡,自己做家裡的武林盟主 你家人啊,你的子女啊,老婆啊 都會叫你搬桌搬椅的了 到時候 都有用的,你不要說搬 你如果適用我們這樣打下去呢 其實都有用的 不過大家都有身份和地位 就盡量都不要做這些搬家司 身份的意思就是我們用上一重 地位就是我們都很年輕 有上一年多 大家就保重一下 通常見到誰,你交給他 那就算了吧 交代了,我們吩咐下 回來就行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說了重量 我們打的重量 這個環節我們說了打的重量 先第一個環節裡面 就是說了怎樣設好陀螺 第二個環節就是說陀螺怎樣彈的勁力出來 然後第三個環節就是說彈的勁力出來的時候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力要打得出來 Patrick 也說過為什麼手不可以快 這裏我們不重複了 好,接著呢 我們到這個 剛才原來知道豬師是母癡 因為他平時不會這樣跟我介紹 我們介紹 其實我就安了一個名字給他 敬態技學院創院名譽顧問 說真的我們就是純粹大家玩開高興 我們又不用考試了 總之我們大家一起玩 一起高興 那就注意先分享一下 他是我們的主意 大家各位好 今天很高興彭師傅叫我出來講講 不用叫我師傅了,叫我院長可以 我本身是專醫骨科的東西 對於骨科那些經樂和什麼 我是很清楚的 但是彭師傅教了我之後 我就覺得打了他這套十二式的太極 就非常之好 我打這個因為我知道經樂學 我就不要快打這個經樂 打這個十二式是慢打 你慢打完你感覺身有種氣流行 所以打得出來就好好的 但是彭師傅就是教我們打這個 因為他就不要講氣 他講物理學 我就是專修氣功、武術那些 和醫學的東西 但是他不講氣不要緊 他講物理學都講對的 這種物理學因為我們 就是將人身體的重量 就放在正宗我們的斑田 所謂叫斑田 我們人家個個都叫斑田 但是彭師傅就不講斑田 我們這裡聚在我們正宗這個位置 我們如果有個陀螺 他就講個陀螺轉 如果陀螺一路轉動的時候 是一個軸心在正宗 然後你有每一樣東西都會彈出來 這個是很對的 但是這個力度是怎樣 就是越是轉得很穩很厲害的時候 那個撞力非常之大 我們靠什麼呢 我的身體又不是很大 他們個個都胖過我 我怎麼撞他 我撞不到他 但是我最後跟彭師傅學了之後 我感覺到原來我們不是靠撞力 也不是靠什麼 只是靠我們的身體一個原動力 物理學去帶動身體去 我跟他學學都幾好 覺得精神幾好 有很多人問我 有時我問你想學 你跟我師傅學 我就沒有教學 我只是講義學 所以現在就是 有時我就講一講 我在學到之後 為什麼會有一個保健 和養生 或者這些東西 其話 寄擊的 我們不要講寄擊 現在講過打 沒有人在打架 一人拿把槍 打你 就死掉了 不需要怎樣去打 你說你大隻到很大隻 我拿著槍我打你 就實在跌倒 因為我又當警察 我就知道那些是為什麼 你拿槍我打你 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最緊要 講一個是養生學 和自己的身體 見得好和身體好 最緊要是養生 現在我就講一講 就是我們的動力學 彭師傅教我們的動力學 如何去發動到自己的身體 去打向一個人彈了 或者什麼 這個呢 現在我示範一下 現在我們的動力學 我們是站在那裡 突然間 他就是衝過來的 他衝過來 如果這樣衝過來 我會被他這樣推過去 如果我給我一個動力學 他走過來 他上來 我去 他會彈開 我不是怎樣移動 我不是怎樣移動 第二個 他過來 按著我 我都沒有移動 都是可以去的 另外一個 他說不相信 你又可以武術地打出去 這是很簡單的地方 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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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很好玩的事情 我們大家師兄弟 都很好玩 不是說一定要研究很厲害的很厲害的拳術 我打到你鼻崩 沒錯 沒錯 好 感激 謝謝主醫師 其實主醫師就是謙虎 其實他是經樂院委 點閱 各樣的東西 他都學過的 和他都很出色的 不過他學來全都是和他的衣術有關的 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他一定是用來幫你的 其實主醫師也走訪過很多中外武術的專家 他都學過很多東西 不過他又收完不說 不要緊 我跟他爆了一兩個出來 其實我們採取現代的教學方式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師徒制 我們大家好像道師 老師來分享大家的研究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我們一起學習的同學 其實學員 個個都基本上有經驗過我的 但你都可以說我是專業一樣的 我真的很專業 就是怎樣進行物理力學的法經 當然我們放了幾百條條在YouTube上 大家有興趣自己上去看看 有些是我自己做的 有些是徒弟自己做的 或者是學員自己做的 變成了 你就看到其實我們不是說 我們其實經常有很多人拿來討論 基本上所有有經驗的徒弟 第一個來 因為他們都很成熟 全部都很有禮貌 有些人說師父這條條條條挺有趣的 師父你很厲害 師父你很厲害 有些人說 我以前見過那個人站著 怎樣控制他都不動 師父你做不做了 其實他有意思 但是很有禮貌 因為我們人生經驗都豐富 我們是年輕人 但是到這麼久來說 其實我基本上都自問 其實在座問過的問題就很多 其實在座很多位 他們問過的問題都相當多 基本上我都沒有回答不到 有時候你說 那個人這樣做這樣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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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騷爆頭 我看不到 如果他不是力學的範疇 他說氣功 我告訴你我不懂的 你不用找我了 我直接告訴你 因為我沒有責任 認識所有的東西 我們教生物 我只懂生物少少 其實生物裡面大部分都不懂 只懂我們要教那些 所以 但是 我們的理論 最終 即使是有些問題 過了一兩個禮拜 其實我們都想不通 用力學的道理去化解它 所以這本書裡面 我們說 我們的DVD 是說我們用現代物理力學的功法 來重演了世界十位大師 頂尖大師的秀本名作 當然 我們的目的 我們不用要求到好像他們 練了幾十年 當我們做到六七成 但是你想想 你跟我練了幾個禮拜 比你五成你都很滿足 你都覺得自己是力學超人 你都覺得自己的功力是非常不凡 是沒有人發掘你 結果都是幸好我發掘了 我們練功 其實是拿一種良好的感覺 是吧 良好的感覺 你的人生會開心很多 不是開玩笑的 你覺得自己 柔有如力 每一種都夠自信心 是吧 這個人 你推我 看下你 推我都不動 看下你 你還想怎樣 是吧 心兩面做好了 我們做出來就不夠厚度了 所以這樣就享受一下自己練功的樂趣 我們也有些料到的 確實又不是 待會我們 我們的大隻佬來了 待會我們就會示範一下其中一個功法 在大師的功法表演裡 在一本書裡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都說 我們那些很快學得懂的 我們又不會說 十年不出門 叫你十年之後仍然跟我們學 還是不知道在學什麼 我都說 我都說 你學兩三個禮拜 我就怕你悶了 我應該說 你不要練那麼辛苦 快點來了解 我的物理力學 怎樣發勁 那就是由我徒弟做 他只是學了一年 他是沒有武術基礎的 不過他就有武術的架子 就是那個骨架 骨架正義 沒錯沒錯 你看到他就知道了 其實 因為實際上 所有練武術的人 都會馬上找他挑戰 因為他的筆架實在太精明了 但是 其實就是 之前沒有任何的武術經驗 只是練了一年 一年 他就有個特點 就是整天的人在上海挑戰他 然後回來就說 師父讓人欺負我 你欺負我不要緊 最重要是大家不要打 我教你的方法 怎樣可以靜制動 因為大家 互動是很危險的 跟自己熟悉大家的規矩的人 互動就安全很多 但是他有他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你讓他他也不知 他讓你你也不知 那麼大家 最後就演變成武鬥 其實這情況是挺嚴重的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動作 可以在這裡 盡量不要動 你有本事就搬我 搬我走 沒有本事就我搬你走 大家又互相感情 變得比較好 其實朱醫師經常都告訴我 他在醫館裡面 基本上就改裝成武館 用這麼安全的方法 他也說過 有些很健碩的人 其實也經常有很健碩的人 沒有看我們本書 整天都被弄傷 結果 整好醫好之後 朱醫師一搬就搬走他 另外 朱醫師站在那裡 總是他大大隻都搬 朱醫師不走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從中你就會想 什麼力學的道理 因為我不是不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不過你自己想辦法應用它 其實是一種探索自我極限的樂趣 你出資沒多久之後 就已經發現自己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就是少了一個發掘你的人 不要緊 我們要發掘你 好 現在我們介紹 Ben可以出來幫我們 提示示範一下 這個明星 明星 真是 明星 明星 通常都是 在外地 平時都是專門趕搭飛機 專門回來上課 對 對 對 我們試一試幾種步法 其實就是裝法 首先我們試裝法 就是不動 你不要動 不要反抗 你看看我有力 我一定可以搬走 你前後腳 不要動 我有力 我一定可以搬走 好 你現在試一下動 放後腳下來 放後腳 得前 嘩 這個都相當厲害 有破綻 他練了三個月 三個月未夠 明白嗎 所以變成說 算是沒有學奇才 第三下不行 第三下因為他未懂 這個位置 給個力 給個力 不要動 去 去 去 好 接著我再搭你一下 剛才那個 我走過來而已 可以嗎 去 其實我做了這幾下的步法 待會我們會再把它變成大師的演示 因為其實在這本書上我講了 十個大師 九個 不是九個半 因為十個 沒有九個半 我們真的做過統計 是九個都是用相同的步法 跟我剛才那個一樣的 但我剛才顯示了一個力學的互動 他只要不動我的力 我發覺勁因為我用陀螺慢慢扭出來 當然那個慢慢的意思是 是剛才表演的時間 我慢慢扭出來 他的勁 只要短過我 他一停 我就整個拼起他 他最初有少少 能走到的 他有少少聚到的 所以 第一下 那一下 就沒有以前剛剛來的那一下 那麼容易拼 以前真的拼得很遠的 但是 剛才那一下 他一拼下去 他有少少向下 就食感我少少力 但因為我的勁力比較長 通常一個所謂的長勁 就是用來測試對方的勁力 他有沒有凹凸 有沒有停頓 有沒有任何的破口位 斷裂位 在這些位置 那個勁力就突然走進去 明白嗎 就是用來測試 在物理學上是很講得通的 但是你要發個長勁 其實跟我們剛剛那個 其實完全一樣的 都是用陀螺法力的方法 對不對 好 嘗試找一下Ban出來 來 來 那 那 那 就 那 那 那 就 哪個老友 指見你 你推一下他 按一下他 現在 我們推的位置 就在盆骨的上面 不要推著 不要推著 盆骨的位置上面 所以 基本上 他呢 就不用把力傳到肩膀那麼軟 現在暫時 可以嗎 遲一下 稍後我們才傳到肩膀那麼軟 那 現在呢 就是他控制盆骨的重心方法 可以嗎 好 嘗試推他 就不要讓他推動 那 有沒有誰 有興趣 上來 不怕 這個盆骨不是難推的 哎呀 是 那 你的裝子沒有散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力太大 就有時候滲去那邊 因為他的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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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好 那 那 我們再找你出來 那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呢 為什麼我說他十個大師 九個都是用這個呢 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全身最大的一個放大力學 一個陀螺 一個槓桿在這裡 那 那個槓桿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隻腳就好像眼釘一樣釘下去 用自己的體重釘下去 然後呢 這個盆骨位呢 就我們轉 好像螺絲紋一樣轉 很小而已 那 就不用轉得很大的 那 當他這樣慢慢向下轉的時候呢 是向下 那 如果那個盆骨 他轉這個位 轉這個環路 就是 認大平帶的位 轉這個環路 然後 向下 那是斜斜的 他是不是有個 他是不是有個高度啊 這個高度呢 本來水平的 就沒有高度呢 輕輕向下 就有這麼高的 那 他這個比例呢 就跟他槓桿力有關了 就是一個成一個正比例 為什麼我不懂呢 我知道原理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槓桿呢 就是那個放大力的倍數來的 那如果 他越深呢 這個倍數就 越不見了 你現在一倍幾而已 就行 明白嗎 所以呢 不過呢 要走這個就不容易的 你就這樣聽我說 就不行的 你上網上試試跟我學 那因為呢 通常的人 搭建這個裝法呢 這個位置呢 前腳呢 他是守不住 另外呢 就是他走這條螺絲紋呢 走一走一走 他就走到第二道的 那條螺絲紋 不是不可以走到第二道 不過走到第二道的時候 你不是有一個凹凸處 那個沒有力的 整個架都散了 那時候 因為你要重新搭過另一個炮台 彈過另一個陀螺力出去呢 你那個位呢 你如果 這裡有少少移動都沒有效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了解了之後 你就知道 其實 剛才那幾句說話 我已經說了為什麼裝法會這麼厲害 原因 也就是放大倍數 越薄就越厲害 但是呢 你要走那條軌道 你一定要走那條軌道 就是你想想 你明明轉 你明明在轉的螺絲 一直轉 轉下去 你無緣無故把螺絲拔下來 放開 放開一點點而已 那你中間那個時間 人家的長徑 猛聲就進去 明白嗎 好 阿Ben 接受一下 這個挑戰 這個大隻 一夫當關 我又幫他改了一個名 名叫一夫當關 可以在那邊 那 那 誰搜第一門 你搜第一門 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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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現場有興趣 按一下 阿文 我們找了一個 阿天 你最對的 你通常比較 橫皮一些 你搜二門樓 不要搜頭 他真的會搜下去 你真是拼命 有沒有誰還上來試試 做掉了不要緊 即使做得不好也不要緊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研究的道理 做 不過其實應該是OK的 因為我們試過很多次了 基本上 有誰 誰有興趣 誰有興趣 再三個 先 三個前 是 三個先 你又返迪搜尾門 立刻 按一按鋸骨 好一二三去 看著 Jonah Zaki 看一下一些血管問題 epidemic 有興趣玩玩玩玩玩嗎 teachers要先坐血管 擔心是小練習 這本書的光調我有練習過,挺慢練習的, 但自從做完之後都很安樂, 就交託給其他組員, 就少練了,不過不是不行的, 但是我只是說, 我們那個裝法本身, 其實我們不是一段、二段、十段很厲害, 我們是一個學院派,一個教學的模式, 如果你的裝法做得不好, 或者是一個徒弟、學員做得好過我, 他的體能, 大家的物理、力學都到極限了, 但是他的物理、體能好過我, 他自然都做得好過我, 我又不用妒忌他, 我作為老師, 李娜的教練都不打網球的, 他叫人去打的, 現在李娜都不打, 他都是叫人去打的, 所以我們轉用一種, 學院的模式去教學, 做不到又不是一個失眠的地方, 做不到就告訴你什麼原因, 但是基本上, 其實我們都頗有信心, 這些工法方面, 所以這方面給大家了解一下, 當你了解了這個物理極限之後, 因為那個裝法很難破的, 其實有得破的, 如果你用別的方向慢慢解釋, 有得解釋的, 不過如果那個人懂得互動, 就再又難一些, 因為那個裝法如果是這裏, 因為它近重心, 它就不用全力這個位, 全力在肩膀上, 它守得更穩, 但是我們想純粹顯示, 怎樣從這裏下面的重力系統, 傳上來這個肩膀, 放徑就是另一個規則, 都是從獨量力學那裏來的, 它有很多規矩, 這些都是高中物理裏面所說的, 這些是我自己以前都落過的功夫, 那麼剛才那個動作裏面, 其實它就是用那個螺絲紋的扭力, 一直這樣轉到地下, 但是要走得短, 就是千萬不要那麼厚, 而且那條軌跡是絕對的軌跡, 那個空間不實得, 就是你這樣移了一點點, 那條軌跡是絕對的軌跡, 就是魚的位置的時候, 那個力就扭進來的, 沒有得走的, 那麼剛才它基本上就是守得很好, 我覺得很滿意的, 那麼了解了自己的物理極限之後, 你就不會做出後悔的事了, 為什麼呢? 有些人想像一下自己, 練到武功蓋勢, 就是旋一旋, 一打, 我準備打了, 啪, 有些少許反應了, 這樣就打得下來了, 就變成了大家一種鴿的反應, 你不會想像你練功練練, 練到有一天, 氣功明計, 就是我們不懂那些範圍, 但是在我們物理力學的法徑的動作裡面, 我們就不會練到有一天, 可以這樣的, 也有些橫皮的徒弟, 所以我告訴你, 我遇到的挑戰很多的, 就是很多問題, 有些橫皮的徒弟就說, 你啪的金徑, 可不可以打大運賬, 打獅子老虎嗎? 我就是, 第一, 我就被他氣壞了, 第二, 但是我想清楚, 其實每個人的意見都有他的想法在背後的, 其實我都真的要去想一下,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物理力學的法則去跟著, 你就會想一下, 你有機會可以的, 最頭痛就是這樣, 是吧? 有些人就練功練到過了路, 因為你已經是那個物理極限, 你不可以再在物理極限方面去提升, 你可能提升你自己的體質, 肌肉的功能, 骨骼的密度, 這些可以提升, 但是那個重量, 那這些你如果清楚那個MV怎麼行呢, 你就會看重成速度, 你就會在這方面, 在這三個因素上, 就會去尋求突破自己, 你就不會練到自己, 內傷啊, 有什麼頭痛都繼續練, 黑虎啊, 有一天練到, 一打, 大份仗都會走, 這樣打槍就當然會直接躺下, 是吧? 但是, 如果你去什麼地方, 說有幫人在身上, 我們都立刻打人走, 是吧? 但是如果不是, 基本上都應該不走的了, 另外, 有些人就說, 我發現我可以倒樹蔥這樣打, 發個勁呢? 就是倒轉頭, 發不發個勁呢? 我都說, 我遇到很多徒弟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我每一個問題, 我都會從力學到考量的, 如果你看了這本書, 就知道工法原理, 你知道我們怎樣打力出去, 我們控制打力出去的工具, 就是在腰骨, 在盆骨, 人們 caliber, 球帶, ball啊, 以及手腕的肌肉, 系你們這些 screws在身上, 當力是從頭頂之間, 沿著尾龍骨的路 following through, publication of normal trave, 然後砸到盆骨的位置。 如果調轉的話, 它可以噪詐不能ember, 反轉後就是無法合蠍後的 casos, 你明白嗎? 而是打不maz到這局, 還有別散了, 同時無法不及於重身那麼多, 那位置不是對著你重心,你打不到力出去,當你撐得到,你是打不到勁的 當你認識了物理學法則,第一你不會過火做到突然暴斃,我們都很出名, 我們經常都瘦瘦,震一震,很厲害,我不懂學, 這些情形就不會發生,你早吃我們就很累,可惜那時候我們未練成, 沒有辦法,有時候沒有辦法,這些是宇宙的法則, 所有太極大師都要遵守,你說我們這個勁太極, 極太智,K-I-N-G,T-A-I-C-H-I,或者中文的勁太極,這個網址 其實我們就是設計得用剛才的物理來學, 將這本書裡面的原理整合在實意識,幫所有人練, 我們相信我們的餡料相當充足,有機會我們的網址很快, 當然,有時候很難說,我們期望它很快, 因為我以前都說我很趕著出名,沒有什麼原因, 其實我想共演一下社會,第一,將我們這麼好的功法, 其實你說如果不是我去發掘和我寫出來, 去教學徒弟或學員的時候,能夠將它整理好, 一些很有效的訓練規則,訓練的方法, 你說會不會有其他人去發言,我告訴你一定會有, 但是問題是,如果我們只是聽了,然後就沒有去研究, 你有沒有想像到有一天,來中國教太極的是西方人, 不是開玩笑的,你想想,火箭最厲害的現在不是中國, 但是火箭射上去天的這麼小的村民戰,是中國人發明的, 是吧,就是因為它有研究的精神,有物理力學的根基在這裡, 它跟著那個宇宙的定律,就不會說,我感覺是怎樣,某個大師, 我不是說他們感覺不對,我也沒有改變過, 我沒有改變過太極權,即是我們治保太極權的功法, 法徑的方法,外面的套路,我沒有,我只不過是把法徑整合的宇宙定理, 把它找出來,知道它組成的因子, 而且把它的力度越放越大,根據那個方程式, 也都用這個方法,我告訴你,我是解開到世界上, 我找到一些Youtube,即是出名一點的,其實它是特徒, 只有一套裝法,即是那個裝法只有一套, 但是呢,因為它背後有一個槓桿力學在這裡, 那它呢,有些是高一點,有些是低一點, 有些呢,手型呢,各個都不同的,放勁的手型, 但是呢,那個裝法本身是特徒,因為主要就是那個槓桿的物理在背後那裡, 那所以呢,在這裡呢,大家就,其實我呢, 就自稱呢,就掀起了這個動量物理力學的風墓, 那天地圖書的陳先生很好,幫我們設計了一個宇宙在這裡, 那我沒有這麼偉大的,但是呢,那個宇宙的那個圖呢, 其實就是,也都是說太極,組成一個太極的圖在裡面, 這個宇宙啦,這個太極圖啦,太極圖呢,其實不是不好, 但是呢,它太廣博了,每樣東西它都要弱老的, 什麼東西都解得到的,那大問題就不得了, 那,所以我們那套動量力學的物理呢, 它的法定方法和它的太極權呢,其實我們是,都會把那個, 那個物理學上的意義,注入太極圖裡面, 那麽令到它,什麽呢, 其實都解得通的, 不過這個呢,就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就是說,我們練得開心, 玩得安全,又有興趣, 那麽大家都生生猛猛,坐在一起大家聊聊天, 沒有東西吃啊,不過不要緊, 我們一樣是很開心, 能夠一起去分享, 我們太極權的發現, 希望大家呢, 第二次,有機會,上去我們的網, 很容易記憶, 即使你不抄下, 你不買一本書, 沒有那個Logo在身上, 你都記得打皇帝太極, King太極, 那.OR字, 那端古, 你都會找不到我們的, 那上面呢, 有齊了所有的分類, 是很值得你看, 你如果不看過, 你就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看過,你就知道你沒有損失, 其中很多大家的見證, 我們都寫了在裡面, 其實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 練過很久遠, 和很多種門牌, 好, 多謝大家, 是否有些問題呢, 主持人, 有些可以提問的問題的時間, 還是我們要立刻趕著簽了些東西, 有些問題, 大家可以提出來, 是, 可以提出問題, 大家有興趣, 可以提出問題, 因為我們都說, 我們純粹是一種, 大專學校教大家討論, 大家一起研究, 大家一起發問, 不過照計大家, 要提出的問題, 我一定被人問過了, 我其實是被人問過很多問題, 但是我也很有耐心, 想了去答他們, 是, 趙師傅, 剛才聽了這麼久, 我自己感覺到, 你那套, 你那套, 文言麥理力學, 在智慧, 減壓, 就算有很多, 分量到, 養生那套, 好像, 三方面, 還有, 示範了應用, 怎樣傳出來, 之後呢, 其實我忘記說, Patrick, 養生方面, 其實養生方面, 因為我們是, 其實我是, 選了趙寶蒂的六招, 以左右對稱的形式, 我自己, 我自己編寫的時候, 其實我感覺到手裡的血氣很快走, 我未練完一次, 我已經覺得是, 走得到的, 所以變成, 我對氣功, 我不懂, 但是, 你覺得手很暖和, 很快, 速暖和, 有感覺的, 我唯有求救那些, 就是, 就是, 練這方面, 很有經驗的徒弟, 或者是學員, 他們, 其實就提供了一個解釋, 名字, 各方面的解釋, 其實我都是問回來的, 都是問我的人, 他們的經驗, 其實, 其中一種解釋就是, 因為我們是, 左右對稱, 譬如, 這個位置, 我們是, 憑理枝案, 然後, 你會發現, 這邊的手, 動得是多很多的, 肌肉就多一點, 那你可能在打的時候, 就把血氣走到這邊, 就是多一點走到這邊, 因為這邊, 沒那麼動得那麼緊的, 然後, 到了這邊, 這邊又憑理枝案, 那, 這邊就動得多一點, 接著, 便移到那邊, 所以, 變了來說, 其實, 我們以前有一位, 他心臟是有問題的, 那, 他就是, 譬如, 有病的徒弟, 或者是學員, 他們其實很緊張的, 就, 鳳梓, 他們在辦公室, 或者家裡, 他下五分, 我打了一分鐘, 我們十二星, 其實他都幾嚴重的, 他一有時間, 他就立刻, 動我們的十二星, 因為十二星第一, 在辦公室, 一個街磚, 就不動的, 不用動的, 我們有步法的, 基本上是, 血氣是很快行的, 即是, 你覺得手會很熱, 還有, 因為我們走的重量, 我們不是咬那些關節, 就是諸如此類, 硬來, 我們是用這個重量, 摔它, 摔它撞前面, 摔它後面, 就撞後面那些肌肉, 它雖然是一個虛擬的重量, 但實際上, 你摔的時候, 它有實際的效果, 有時我們都, 哎呀,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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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說, 那個拳, 怎樣可以打得快, 軟, 準, 重, 那個原因呢, 其實, 我們是扔重力出去, 我們扔重力出去的時候, 我們身板這裡, 這裡要軸心, 這裡運用, 這裡運用, 其實, 這邊有一邊, 小小的, 好像道門一樣, 這本書裡面有的, 酒店的門, 推一轉轉轉, 這邊大便一點, 下面, 這裡, 就裝著重量, 那隻手, 就, 由於我們扔個陀螺, 這邊做原心, 這邊做原裝, 於是, 我們可以, 可以很快, 去, 我們可以很快, 去到很遠, 而且重量, 是很重, 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是這裡先行的, 但是, 那隻手, 我們有沒有動啊, 那隻拳, 如果沒有力氣, 這樣很快, 但是沒有力氣, 但是, 現在, 整個人在這裡, 掛在莊柱裡, 這個鬥起, 但是, 鬥起之前, 這裡, 打向前的時候, 這隻手, 放個勁出去, 手, 放肩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嘻, 那隻手, 其實可以有速度, 剛才我們說, 押著, 可以的速度不夠, 可能慢一些, 但是, 那隻手的速度, 其實你要預計距離, 你如果, 譬如有些人, 有些劇集, 就上下, 就是拉槍, 出拳, 上上下下, 你都好像寫大字, 本來怎樣怎樣, 你印了幾天, 那麼大面積, 你的方向又不同了, 其實, 分解向量之後, 沒有剩下多少, 所以, 這個位置, 一拼出去的時候, 這個手, 你要預計它, 在這裡, 大概幾分左右, 大概有少許的距離, 就是, 你預計它在這裡停, 但是, 你一撞撞擊的時候, 其實, 你有幾處地方, 有一個速度的, 就是, 這裡的重力, 撞擊在幾處地方, 第一隻手, 手本身在這裡, 第二個, 身板的重量, 真的嗎, 身板的重量, 這裡有打橫的, 整個肌肉, 整個肌肉, 你不要說它不厲害, 很厲害, 我們, 練外功呢, 有時候, 練這些位置, 其實, 你剛才做的動作, 做一下而已, 其實, 後面的背部, 嘩, 血氣, 很猛的, 保證, 你有一晚, 其實, 很舒服的, 因為, 血氣真的很厲害, 另外, 就是, 底下, 你繞起, 重力的點, 所以, 三個, 一下, 兩下, 三下, 三個的速度, 加起來, 撞上去前面, 還不快, 是嗎, 這個, 其實, 它就是物理的極限來的, 但是, 這裡, 有個地方,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 這個位置, 這個出拳, 如果你在物理上面, 考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要碰到這麼長的時候, 你, 它要釘在這裡, 後面打一個鋤, 鋤仔在下面, 一打, 鋤不鋤, 這個拳就好像釘一樣, 你要放好它, 它才有力的, 但是, 你可不可以, 先出拳, 然後再釘下去呢, 即是, 大家一起動, 不過這裡手快點, 後面的力, 上不了, 剛才我們說過了, 後面的力是上不了去的, 那你先用這個拳, 這麼小力, 撞開了那個人, 然後, 這裡的力, 你也剩下一點點, 就撞到它, 它又不痛的, 你明白嗎, 所以, 在出拳的力度, 物理上面的考量, 我們呢, 就知道, 好像踢個陀螺, 這是擠勁來的, 一踢踢踢, 打到前面, 然後呢, 我們是要遇個位, 讓它停, 因為它釘在這裡, 那情況呢, 就好像, 有個飛鏢, 手就好像眼釘一樣, 飛鏢在扔著它, 它在飛的時候, 你不要讓它停了, 讓它停了, 這裡會洩水, 還未用完它的重量, 還未用完它的撞擊力, 在扔著的時候, 後面拍, 拍多一下, 好像將力一套下去, 這樣呢, 就確保了, 它撞下去, 眼釘撞下去的牆的時候, 它不會在停止的狀態之下, 因為呢, 它本身存力, 它是需要停止的, 即是它靜止, 它才能傳到重力過去的, 因為重力過去的時候, 它就是, 一個就是整個架, 穿過整個架, 譬如你拍杯的這邊, 杯的另一邊, 即時送力出去的, 它就不會停的, 但是人體的骨架就不同, 在這裡的骨架就不同, 這些呢, 不過這些可能, 但是給大家了解一下, 即是在出拳裡面, 快軟準, 和重, 這幾個因素呢, 我們在物理的考量上面, 我們是拿到它那個準確的方法, 當然我都說了, 我們, 我練那道其實挺好的, 你真的看一下, 即是那個其實, 我專用來發勁那幾下歷, 都是因為我有個讀物理的徒弟, 以前, 他是醫師來的, 他讀物理科, 在中學教過物理的, 即是跟我同學的, 以前, 後來呢, 他學的時候, 他就說, 師父, 你的髮徑都很厲害, 那你不如弄一套, 跟網上放的那些都幾好, 於是, 我又去練一下, 即是我們專選一些, 召佈七意識裡面, 召佈七意識裡面, 那些髮徑的動作, 去練一下, 練一下, 就是選了它出來, 其實值得你看一下的, 現在那些就比較, 其實我這裏呢, 除了這個, 剛才這個解釋之外, 這裏呢, 這個位, 在這裏, 他會推向後的, 一推向後, 拿著門, 這邊的板, 才可以向前, 這裏, 那些手不動, 其實不行的, 這裏, 這裏, 如果這裏, 半邊的板, 轉板不動, 你其實是滯住這裏, 明白嗎, 所以, 你看這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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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你看, 這樣一轉轉過去, 那個速度, 就會, 用一個單田力, 就過到兩隻手, 不過, 方向不同, 因為, 你和劑, 有時候, 沒有辦法跟一個打的, 但是, 如果你是根據太極圖, 左右兩邊, 你懂得這樣設定陀螺, 你兩隻手的勁都很重, 是得一下力, 只不過, 那就, 公首兼備, 你可以說, 是吧, 那, 好, 我不是賣花, 賣花香, 賣幾本書, 其實真的賺不到什麼錢, 我在生物科上面, 我出過很多本書, 現在都還有些東西在賣, 如果你對中學的生物學有興趣, 你自己去買, 不過, 實際上, 我告訴你, 我這本書裡面所講的功法, 是一個很有系統, 和根據物理力學, 產生出來的, 亦都是很健康, 很安全, 所有事情, 我都全部想過了, 絕對不會, 令到你失望的, 答了你的問題給我, 謝謝,